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來到板橋的九天日式探烤 精致吃到飽 那這一間在網路上也是蠻知名的店家 那正是這一間店正名的樣子 感覺這生意蠻好的 剛進去已經差不多都客滿了 那稍微講一下這附近非常不好停車 所以如果要來吃的話最好坐捷運 這邊有消費方式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用餐時間兩小時 OK 謝謝 二樓 好謝謝 那用餐區就 蠻多人的 那這邊一個二樓 那這邊還有一些這個必點的菜式可以看一下 你好我三位 三位 好謝謝 有多幾多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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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三位 這邊啊 OK 好謝謝 先坐 OK 就下餐 好用餐區就蠻多人的 好現在就放入熱的燙火 那點菜單在這邊 應該是分兩種價格 好 我們沒有來過 我們消費的兩種喔 一個是烏丘角 一個是七四角 那我們都不收在一層 點七四角的話 就多了紅色的地方 整張都可以一點 那烏丘角的話 紅色不要點點黑色的地方 也OK吧 好OK 最後先幫你上招牌菜 一牛一豬 那是 OK 豬不用 豬不用嗎 然後幫你上牛小排就好 這下的話 不知道做打勾方式 沙拉拌類把我畫輸料 沙拉拌類 沙拉拌類 OK吧 好 謝謝 那限九十分鐘嗎 兩小時 好 謝謝 沙拉拌類在旁邊 飲料廁所在先放 謝謝 那飲料有這三種 又有冰淇淋 冰淇淋好幾種 是明治的 不好意思 那麻煩 我們點好了 要交給誰 那單子 OK 謝謝 我要講一下 因為這裡面 有熱門音樂 所以我一定要混音 有時候混音是不得已的 是因為有熱門音樂 今天天氣很熱 就先從麒麟拿來喝一下 媽媽乾杯 乾杯 乾 噢 噢 讚 好 那就直接開烤 老闆也蠻和善的 這個 這個 應該是牛肉吧 因為我們剛剛說豬肉 不要要牛肉 先這樣 烤熟再看看 那現在就翻面 要憑感覺 感覺好像是無菸燒烤 燙烤 燙烤還蠻強的 好像這種吃到飽的 燙烤的是我們家妹妹最喜歡的 那店員都有很清楚的介紹 但是他放上來那個時間度就來不及了 有兩種醬料 又有玫瑰鹽跟胡椒鹽 好 其實差不多熟了 來 好現在就吃吃看 我先不沾醬吃原味的看看 嗯 嗯 好吃 有醃漬過的 然後肉還蠻柔軟的 然後再來是 應該是牛小排肉吧 整排整排可以烤下去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我們店裡的燒牌就是韓式牛小排跟韓式水小排 因為我哥哥是韓國小排的 所以對煙的方面還蠻厲害的 這家店開了十年了 開了十年了 然後一開店就是用韓式牛小排吸引客人 開了 這已經開這麼久吃麵了 以前對面是爺爺嘛 我們開了以後,我們沒有緊,他就收了 這條七路燒烤街,前面也有那個 我就你嗨啊,什麼後夜燒烤 了解,好,謝謝 那其實老闆蠻平易進的 然後覺得這家店烤肉質還蠻柔軟的 那變色就翻面 看著肉質的不錯 來,改命是在汗水 那這個是黑牛 肉就糟糕掉了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 大概是這樣子就不錯 來吃吃看 嗯,好吃 又不讓的 然後最近這個都要漲價 一公斤要漲到360 然後現在還是330 然後我哥去少貨,少100多萬 好,那Brandon級的黑牛 看得出來這樣子非常的嫩啊 很好入口,好吃 肉質很柔軟 這個也是Choice 老闆蠻熱情的 其實他這個肉質吃得出來就是蠻嫩的 然後還蠻有肉汁的 嗯,好吃 嗯,好吃 好像跟我老婆一樣是韓國華僑 所以就是剛剛跟我老婆聊得蠻開心的啊 嗯,好吃 嗯,好吃 謝謝 謝謝 嗯,其實要烤到這樣就可以了 嗯,其實要烤到這樣就可以了 蠻精彩的 牛肉肉質很 很美味 我覺得最近不錯,都是碰到很優質的店家 好,那換了炭火之後 他這個 上色速度也變快了 哦,這樣慢慢烤起來真的是很美 慢慢這個火焰就上來了 哎,好了 好,到目前為止 吃起來這肉質都蠻嫩的 不錯 沒有開那麼久了 開十年 好,那現在牛小排就烤好了 現在就吃吃看 感覺這個牛肉肉質都不錯 感覺這個牛肉肉質都不錯 嗯,蠻嫩的 好,那這個天子家不用講 一定是很讚 因為新鮮的天子家就會很甘甜 肉質很甘甜 這個超好吃 這個 很新鮮 好,謝謝 讚 好,那沒吃過就直接吃了 總之肉質都很柔軟 嗯 好,這也不錯 雖然不知道什麼都有 因為點了 先生那個服務生有講過了 但是因為記不住 然後肉質都很柔軟 好像肉質都很柔軟 好,那M嫂幫我剪 好難得喔 好難得你要剪捏 好難得喔 好,那這個我老婆幫我剪捏 好,那這個我老婆幫我剪捏 有泡菜,然後有肉 好,那這個我老婆幫我剪捏 嗯 嗯 好好吃 好,其實這不用拍完我就已經知道了 光這個肉質我吃起來就覺得是100分了 肉很嫩 然後還很juicy 很美味 很好入口 很好吃 這不是很好吃 覺得是100分吧 它這肉質真的很嫩 那M嫂也很喜歡 軟嫩軟嫩軟嫩 很好入口 嗯,好吃 肉質都自己有所要求 所以很嫩 比一般烤肉店的這個肉質還要來的嫩 但是等級比較高 所以很美味 嗯 嗯 好吃 老不愧是板橋名店 現在喝喝看他們的蛤蟆湯 嗯 蠻甘甜的,不錯 好難得喔 SR幫忙剪肉耶 好難得,好賢慧喔 怎麼突然變那麼好啊 蛤 蛤 為什麼突然變那麼好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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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它這個蝦子的新鮮度跟肉質也非常的棒 像那個燒肉粽的水準 燒肉粽 我建議直接點最貴的很好吃 好那我剝了一隻 這肉質超嫩的很juicy 很美味 超讚的 海鮮很新鮮肉質也非常的嫩 700多塊的很美味 這是很好吃 好吃吧 好不好吃妹妹 你覺得幾分 98分 98分 好 鹼肉服務 不錯 好賺喔 好賢慧喔 很讚內 可以看到這個 炭火也蠻旺的 所以很快就烤好了 蝦子超好吃 好吃 牛肉也超嫩的 嫩嫩嫩嫩嫩嫩 嗯好吃 好像大概9分熟吧 它有這種單點的水準 肉質真的很讚 好 乾杯烤好久 終於快走了 現在吃吃看 嗯 嗯好吃 但是乾杯就不太有味道 就嫩嫩的 這個是起司拌飯 它有韓式的飲食 然後肉都很嫩 然後肉都很嫩 其實到這邊我就大概知道了 這邊很優質的店家 大概是90到100分之間 很優質很優質 肉質很柔軟 海鮮也很新鮮 就推薦直接點到700多塊 很美味 我不用吃到最後也知道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feel就對了 好像它是韓國華僑老闆 所以這個 很多料理就很對M嫂的口味 值得推薦的好店家 好 好那後面有特別的我在拍 原則上都已經非常令人滿意了 好不錯 這個KELIN雞棒盡量喝起來 跟這燒肉真的很搭啦 乾杯 好各位M粉乾杯啦 送 這燒肉真的不錯 海鮮好吃 然後牛肉肉質都軟 真的很美味 我要烤要拍蠻忙的 所以稍微有點超味大 好 朋友啊 豆瓶奶奶奶 好這首歌我喜歡 朋友啊 你豆豆 啊 好讚 天使家 吃了就變天使 好整個變天使的感覺 ANGEL 嗯 好吃 好火很旺 讚 很優質的燒烤店 乾杯啊 朋友啊 KELIN一棒 有沒有覺得我像天使啊 沒有我像天使 他就很傻 哈哈哈哈 看白 啊 讚 謝謝 他有很多食材我沒有烤了 那我想不用一一介紹 因為就真的很美味 我這樣看也知道不錯喔 這不是還滿意 有沒有很滿意嗎 好像不太滿意的感覺 你不要那麼笑也真的滿意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撿一撿啊 Woo 這是 今天的第三瓶 過癮啊 燒烤就是這樣的氣氛 好 個人就很推薦這家店 真的是不錯 好 好那幻王是速度也很壞 OK 好我覺得差不多啦 這樣都介紹到 只認甜點沒有介紹而已 這邊有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點菜的方式 好 實際上我覺得這家店家是真的滿優質的 好那幻王速度是真的都很壞 好那冰淇淋就是明治了 好像應該看得到 不用吃應該也知道 就這個牌子算是滿高檔的 還不錯 更高檔就是哈根大師 好那這邊就有進場時間跟價錢 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蠻不錯的啦 他這樣價錢是749 但是我覺得是很超值 好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假日人就非常的多 好所以很值得推薦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拜拜 個人覺得很值得推薦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G大叔 那晚上的話就來到 永和區文化路的喜歡你飯捲年糕 那這是這家店正面的樣子 在文化路89巷的旁邊 好那沒有內容區的因為防疫期間 好那營業時間在這邊 早上10點半到晚上8點 每週一公休 好那這間是Menu 都是很平時的價格 我應該只吃了下一種 老闆娘你好 你好 好那您這邊我記得是新開的店嗎 對 就是這個韓式料理 對 那您如果剛來的話 您推薦我是哪一種比較招牌 比較招牌 看你想要吃飯捲還是辣炒年糕 都是我們的招牌 都是招牌嗎 嗯 這兩種不同口味 辣炒年糕 小辣 小辣 好 我要吃那個道地口味 就是有蛋的那種 都有蛋都有蛋 每一個都有蛋 這裡是選口味 選口味 對齁 那我選那個韓國泡菜好了 好 所以你要附白飯王子麵 還是加食物換拉麵 加那個韓國拉麵好了 好 這樣應該比較道地 好 麻糬所有 只會講這句 這樣就好嗎 對 那剛好一百 剛好一百 現在煮的要稍等一下喔 好 好那之前M嫂我來吃過 覺得說還好 但是我來嘗嘗看 對 你可以吃吃看 對 好上次講過了 這個 真正的這個 豆腐雞的話 是很好吃的 在韓國吃過 哦 但是我們有一點偏台吃 啊我不喜歡偏台吃 我要原味 那你就吃吃看吧 對對對 我喜歡原味 原汁原味 好 對 好 但是應該口味上算是接近的啦 對不對 嗯 可以吃吃吃吃吃吃 那你應該是喜歡韓式料理才會做這個啦 對 嗯哼 對 那現在防疫期間所以就是沒有內容的部分了 對 哦 OK 好那這邊有寫喔 全民防疫期日期暫停內容 那就沒辦法了 總之加這個韓式拉拉麵 我覺得應該味道上應該也會有幾分像吧 好那斜對面的這個橙拉麵聲音也很好 之前有來吃過 好因為剛剛已經是烤肉了 所以這飯捲我就吃不下了 下次再吃吃看 好現在已經好了 所以你們有那個4panda嗎 這樣是4panda的聲音嗎 好 OK 好那這邊就有店家的資料 地址在新北市永和區文化路91號 好那就借人家的桌子用一下 隔壁的警員牛肉麵 好現在就喝看他們湯頭 嗯 辣辣的然後甜甜的 跟我在韓國吃到醬料 有一點點不同啊 好 豆布丁吃吃看 嗯 可以說就是台式跟韓式的結合體啊 還好啦 好再吃吃看這個拉麵 嗯 這個泡麵還蠻好吃的 應該說是韓式拉麵 韓式拉麵不錯 它就是有這個高麗菜 然後 韓式甜不辣 跟這個辣醬的味道 應該還有點洋蔥 好老闆娘講說有一個白煮蛋 看看在哪裡 我在韓國的確看到就是都是有這種白煮蛋 好根據我老婆講大概六成像 有一點像但是 又不太像 哈哈 好那當然呢 差了一個國家一定會有差異的啦 好那我覺得分數是 85分 還可以 好 至少它也蠻便宜的 蠻平實的 然後一百塊而已 就 算是吃的薄薄薄 它有一點寒味 所以我覺得可以拉 這個的確是韓國的甜不辣 好那豆腐雞就是沒有那麼Q啦 個人覺得 然後辣醬的味道也稍微甜了一點 不太一樣 韓國的是 它那個是 辣椒醬透出的甜味 就是自然的甘甜 跟這個 有點偏甜的感覺是 不同的啦 那我自己在釜山吃到的 感覺是這樣 就是釜山的它那個 豆腐雞的味道是真的蠻不錯的 會讓人覺得很驚豔 但是這個 拉麵蠻Q的 是不錯的 應該可能還有點番茄醬的成分 感覺上 那個人覺得還可以啦 這樣算便宜的價格 就 收手OK啦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因為剩下就是 一直重過動作到吃完 好 掰掰